好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呢 我們的股利呢 他的宣告日 公司要做會計記錄 那中間還有幾個時間點 宣告日之後呢 它會有什麼 公司總是要確認我是要分 有哪些是我的股東 好 所以他要做這件事情之前 就是股票的發放的基準日 然後哪一天 就我要發放這一天持有股票的是誰 所以要做這件事情之前 他有先停止過戶 尤其是上市會公司每天都要交易的 那這份交易在流動的當中之間 他到底他一定要確定哪一天 哪一天你是持有這家公司的股票的 所以我們會有的股利發放基準日 就是以這一天為主 然後公司的股東 這一天持有公司股票的 就是我要發放股利的股東 好 所以基準日的前三天吧 為了股東停止過戶日 因為我們的股票交易 你交割是 應該是兩天之後 譬如說我今天買股票 是今天禮拜二是禮拜四交割 好 所以它會有停止過戶日 然後才會有基準日 但是這兩個日期只是這個應該是證券 證券公司或者是股務部 他要確定到底我要發放給誰 那我們的會計 我們並不管他發放給誰 我們只管說 我要放多少的股票或者是現金出去 好 所以我們只做兩個時間點 一個就是宣告日 要做快適紀錄 再來是什麼 發放日 好 這兩天 公司的會計帳要做記錄 其他的 我平時股東過戶日跟股利發放基準日 都不用做分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股利的政策就自己看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有幾個跟股利分配有關係的日期 請你看608頁 股利宣告日 股利基準日 還有停止過戶日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 發放日 停止過戶日 其實就是暫停股東的 這個就是停止股份的交 也不叫股份交易 停止過戶 所以這個叫停止過戶日 他的基準日是鼓勵 基準日起算前五天 好 是停止過戶日 好 然後過戶日的前兩天 稱為除夕日 好 所以過了之後 我們就什麼 就除夕了 好 所以整個股價 就會做調整下來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608頁 好 我們就指這四個 他上面寫的四個日期 就宣告日跟發放日 公司的賬 好 會計賬要做記錄 那股利的發放的方式 有好幾種 最常看到的就是兩種 你發放現金股利跟發放股票股利 大概就是這兩種 居多 但是有其他什麼 財產股利 財產股利 債息股利 那種畢竟比較少見 好 那這幾種情形 就我們這兩種情形來講就好了 好 現金股利就比較單純 好 我們公司宣告 每股發放多少的現金 譬如說像今天 像今年台積金就宣告103年 他要發放好像5塊錢 6塊錢的現金股利 好 所以 當他宣告 但是 因為他還沒開股東會 所以他只是董事會 做了這樣的一個建議 做了一個這樣的會議經驗出來 那一定要經過什麼 股東會開會完了之後 股東會去宣告 那個叫宣告日 那公司才會正式成立 才會正式的去做他的會計賬 好 所以這個宣告日 我們就會借股利支出 但現金股利的話就應付股利 通常我們的現金股利 我們會叫應付股利 我們不會特別去講應付現金股利 但你說我要寫成應付現金股利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是如果我們一般看到 寫應付股利 你就要知道 就是你要去聯想 他指的就是現金股利 所以現金股利 我們會以比較常寫的方式 而且用的會計通過就叫應付股利 他意思就是應付現金股利 那我們剛剛講說 其實我們的股利最常見到有兩種 好 一個是現金股利 一個是股票股利 好 還有一個同學睡得很好 請你把他搖行一下好嗎 好 好 另外一個叫股票股利 好 股票股利 當我宣告的時候 我也是借股利支出 那我帶通常會叫做 應分配股票股利 或者是有人也會想應付股票股利 也沒關係 所以你想應付股票股利 或應分配股票股利都可以 那應付股利 他會放在哪裡 資產負債表 因為他一定跟損利沒關係 他會放在資產負債表的哪裡 應付股利 股票股利 應付股利 一定是一個負債 因為你到時候要付人家錢金 所以一定是一個負債性質 那應付股票股利呢? 資產負債權益 他哪一個? 應付股票股利 當我發放股票股利的時候 在我宣告日 會產生一個應付股票股利 它是屬於資產負債權益的哪一項? 三權益 哪一項? 權益 好 沒錯 它是屬於權益的一項 為什麼要特別講? 因為我剛講應付 應收股款 你會應收哪個字? 99%是資產 但是應收股款 它不是資產 它是放在權益底下 是一個減项 好 然後呢 應付股票股利 應付99% 我們說的應付 看他應付兩個字 99%是負債 但是我們沒有講100% 因為有一個應付股票股利 它雖然叫做應付 但是它是權益性質的科目 放在哪裡? 放在投入資本的底下 當你有產生應付股票股利的時候 它是放在投入資本股票的底下 譬如說我有特別股 普通股 然後我也應付股票股利 接下來就是放應付股票股利 這個都算是你股本的那個區塊 它不是資本供給 是股本那一塊 好 所以應付股票股利 它是一個權益性質的科目 而且它放在投入資本的 股本的那個部分 好 所以我說了 應付99%是負債 但不會是100% 因為應付股票股利 它就不是負債 應收99%是資產 但是不是100% 原因是應收股款 它就是權益科目 它不是資產性質的科目 所以這個要特別提醒一下 好 那股票股利有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們有分成小額股票股利 跟大額股票股利 什麼是小額股票股利 什麼是大額股票股利 小額股票股利 我們的意思是說 假設我們一股發放28塊的股利 我們一股發放 也不是28塊 一股發放2.8元的股票股利 不能發放到28元 因為我們的面值才10塊錢而已 所以你發放的時候 基本上幾乎沒有人發到百分之百的 所以他一定是發到各這個 10塊錢以下 所以他如果說 我今年發放股票股利 告訴你說 我發放股票股利是 每股發2.8元 它是指 他發放的股票率就是28% 因為一股是10塊錢 他發放2.8元 所以相當於28% 如果他說他發放一股 股票股利發1塊錢 意思就是10分之1 就10% 所以大額跟小額股票股利 就是股票股利才會跟大額小額 股票股利如果股利率在20以下 他有一態度說法是25以下 20或25以下 如果我認為股本小的話是25以下 股本大的話就20以下 但是因為當時候在界定 小額股票股利跟大額股票股利區分的時候 他沒有很清楚講是20還是25 什麼情況是用25為標準 什麼情況是用25為標準 他沒有講得很清楚 他只是講 如果你的股利率 股票股利率是20或25以下 是小額股票股利 超過20或25以上 是大額股票股利 但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也自己很困惑 我也想找書說 或者是哪邊有特別的 就是講清楚 到底是20或25 什麼情況之下 什麼樣的股本結構 股本額多大是20以下 什麼樣的股本 是25以上 以下才算是小額股票股利 他這邊講很清楚 我看到了很多的書裡頭 都還是沒有界定很清楚 但是他就講20或25以下是小額 超不是小額就是大額 好 那有什麼差別 小額股票股利 在我宣告日的時候 我就以宣告日的 我入账那一天的市價 這個股票的市價入账 如果是大額股票股利 在宣告日 我就以他的什麼 股票的滅值入账 好 滅額入账 所以大額股票股利 某個程度來講 他就有點像股票分割一樣 因為股票分割就是根據他的滅值 滅額去分割的 好 跟市價無關 好 所以 這個股票股利 他要去區分 小額或大額的股票股利 原因就在於 你怎麼認定他的價格 這個比例是認定他的股數 我放了多少股數 但是這個股數呢 我說了 我們的快計上 計上的時候 是要用金額啊 那股數我怎麼換算成金額 在小的股票股利 就是股數乘上市價 大額的股票股利 是股數乘上面積或面額 好 這樣也知道他的不同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個這個 大概我們可以了解一下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市立 市立7 好 再來609月 好 王全公司呢 在5月15號的股東會 薛號8號 普通股 美股2塊錢的現金股利 股利基礎月是6月15號 7月1號8號 好 他現在給你3個時間點 然後呢 他的民眾在外股數有50萬股 好 那我們做他相關的分路 第一個 他宣告日要做 好 5月15號 他宣告 每股2塊錢50萬股 所以我要放100萬 所以他是借法羅盈禹 或者是你寫借股利支出 也可以 因為股利支出 最後呢 當你結帳的時候 就要轉到什麼 保羅盈禹去 一樣 那你待寄應付股利 因為你要發放的是現金 所以應付股利是一個什麼 負債性值的科目 好 再來呢 6月15號 他的股利基準月 我們不用記錄 然後7月1號8號的時候 我們就是借應付股 應付股利貸現金 100萬就做完了 好 這是施利期609 Yeah 好 那再來看一下呢 如果你是特別股 好 我們剛剛這是 我發放的是普通股的股本 基本上特別股 他也要宣告 我們的特別股可以分累積跟非累積 參加跟非參加 所以累積的意思是說 特別股他沒有規定 一定要每年 每一年都要幫忙鼓勵 但是今年沒有幫忙的鼓勵 可不可以保留到以後的年度呢 就看你是不是跟累積的特別股 如果你是累積 沒有幫忙的鼓勵 一直都會積欠 也就是說特別股股動 都一直有什麼 要求支付的權利 好 那如果你是非累積 對不起 過了就過了 好 去年沒人發放 那是去年的事情 你今年不能說 你要先把去年的 沒幫忙的發放完 不行 因為它是一個非累積的特別股 好 那如果你是一個非累積的特別股 我今年沒幫忙 前年沒幫忙 你在 你都沒有 都沒有一定要發放的義務 就你是非累積的話 沒有發放就算了 而且不會有積欠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累積的特別股 你沒有發放的股力 你必須在你的備注裡頭 你的保留意義上要註明說 你有多少是屬於特別股的股力 六百一十頁就講了 六百一十頁的最上面一段 他說特別股 他的盈餘分配要看 他是不是有累積的效果 而分成累積跟非累積 那累積的特別股 他的盈餘分配全部會因為 沒有宣告發放而喪失 他沒有發放的股力 可以遞延到以後分配雲魚的時候 一定發放 你沒有發放的特別股的股力 因為你沒有宣告 他都不會形成負債 累積的特別股 雖然公司他有權力要求以後發放 但是只要公司沒有宣告 對公司來講都不會形成負債 所以就算累積特別股 他也要經過宣告以後才會產生負債 如果有宣告 他只是什麼 含權在他的權力裡面 對於公司來講 他的負債並沒有因為增加 所以他指示什麼 他指示 所以看一下第2段 累積特別股 基建未發的股力在宣告之前 未宣告發放之前 並沒有給付的義務 所以他算是累積 只要沒有宣告 公司就沒有絕對支付的義務 好 沒有絕對支付的義務 結果他就不會形成負債 這樣你就不會在你的負債產生 應付什麼東西 不會 但是我在財務法板上面 要去揭露權力裡面 特別股有積限多少年的股力 這個是你在財務法板上面 要去揭露這件事情 好 但是不需要在你的資產 在你的負債上面承認這個負債的存在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的特別股 又可以非成參加跟非參加 一般來講特別股 他有個固定股力 好 那對於這個固定股力來講 對於這個公司 如果贏利狀況很好的話 他有多 就是說他要包含的股力 如果超過他的固定股力 他沒有參加的權利的話 他只能眼睜睜的看 普通互相的股力比他還高 那也沒辦法 因為他一直是什麼 固定股力 而且非參加 但是呢 有時候呢 公司為了吸引特別股東的投資 或者是他為了降低他的股力的 固定股力的要求 所以他就會給一些條件啊 好 公司如果很賺錢的時候呢 你可以享有部分參加 或者是全部參加 全部參加就是普通股東 享有多少股力 你就享有多少股力 好 這個就是全部參加 好 所以事例八就在講 這種參加 非參加 累積或非累積 參加呢 是部分參加還是全部參加 這是事例八所講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好 你知道看一下那個幾種的特別股 第一個是非累積非參加 第二個是非累積 但是參加到7% 第三種是非累積 但是全部參加 那第四種是累積 但是非參加 第五種的是又累積 又部分參加到7% 然後第六種的是累積 而且也全部參加 所以他怎麼去算 請你記得 我們在算股力的時候 先把特別股的股力先算完 剩下全部都是普通股的 所以這個動作呢 你在做的時候 你要先把特別股的股力先扣掉 假設今天公司要放1億的股力 那扣掉特別股的 剩下全部都是股東股的 好 這是他的股力的八放 你要做這件事情的目的在哪裡 是對公司的快速上來講 它是沒有影響 反正我就承認多少股力八放 把留意你減少多少就對了 就完了 好 公司的會計帳裡面 我並不用記錄說 我給普通股多少股力 給特別股多少股力 不用 反正公司宣告 還會發放 譬如說1億的股力 現金股力 那我們只要借股力支出 帶現金或還沒發放 就是應付股力 1億就完了 至於誰可以拿到 誰那個股東可以拿到多少錢 那是股物部會去處理的事情 會計帳是不用管 因為會計帳不會去記這麼細節的東西 好 但是你說他完全不記嗎 也還是有 因為如果你的股力沒有完全滿足特別股的股力 這個股特別股 累積特別股的股力 還是要包含一下他的權利益面 還是有影響的 好 好 這是勢力幫 你就自己看一下 好 該怎麼去計算 那我只告訴你 當公司宣告方案股力的時候 一定先把特別股的股力先扣掉 現在才是普通股的 好 那看一下後面有什麼股 先 財產股力 然後載票股力 還有侵占股力 就你自己看一下就好了 那侵占股力的意思是說公司沒有賺那麼多錢 但是要發放更多的 超過他評語的股力 我們就叫做侵占股力而已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股票股力 614頁 好 614頁我們直接看一下 事例12 從事例12來解釋 大的股票股力跟小股票股力 吉田公司在5月15號 615頁 事例12 5月15號宣告更換股票股力 然後這一天的股票每股面積价是25塊 然後他的發放率是7月1號 好 所以他宣告率跟發放率 不管你是現金股力還是股票股力 都是這兩天要做你的會計帳 那看一下在6月初他的股本 普通股有多少 50萬股 50萬股 好保留意義有400萬 那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如果他分配10%的股票股力 好 10%就是股數存上10% 50萬股存上10% 等於是他發放5萬股的股票股力 那5萬股的股票相當於多少錢呢 因為他是小額股票股力 所以5萬去存多少 他的市價25塊 所以你可以看他是借股力支出 或借保的名義125萬 請你翻過來看一下6116月 好 5月15號 當你發放股票股力是10%的時候 5萬股我就呈 宣告那邊的風雨價值 或叫市價25塊 所以我是借股力支出125萬 但應付股票股力 所以5萬股面值是10塊錢 所以我是承認50萬的應付股票股力 或叫應分配股票股力都可以 然後另外呢 我有75萬乘上15 乘上15塊 好 我有75萬是我的 普通股溢價的資本公司 超過面值的部分啊 就是他的溢價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6116月 我是借保留名義 那然後貸125萬 貸 貸分配股票股力 你寫貸分配股票股力 貸就很清楚 他不會是一個 我為什麼故意寫才應付 因為有人寫應付 我只是通訊你說 你看到應付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還是負債 他寫貸分配股票股力 你應該更不會誤會 他是一個負債性質 他就是什麼 權益的一項 所以他編項的時候 是放在股本的那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股 那個 他編項的話 是不是放在他的普通股 就是550萬 好 是不是550萬 直接放在那裡面 好 那再來 他如果宣告發放之後 那如果這樣的話 之前的話 你的貸分配股票股力 也是放在股本 普通股500萬 然後下面的 再分配股票股力50萬 如果你還沒有發放 你宣告了 但是還沒發放 你就編表的話 那你放在股本的下面 是大分配股票股力 好 如果你是股力 股力率是30% 第二種情形是 你的股力率30% 所以5萬股 50萬的30% 所以你要放15萬股 因為你是超過25%以上 所以他是大額股票股力 大額股票股力 就依面值來入帳 一股10塊錢 所以15萬股 就150萬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626月 當你的股票股力是30%的時候 是借股力支出150萬 代分配股票股力 或是寫一部股票股力 都可以150萬 好 他就是用什麼 面值 或叫面額入帳 好 那發放的就是把貸分配 股票股力 或者是 另一部股票股力 直接轉為股本 做完了 好 就是宣告日跟發放日 所做的分路 好 激凌股 你看一下 好 後面呢 這個股票分割 跟股票股力有點像 就我們說 為什麼大額股票股力 我們是用面值 因為他的大額股票股力 他的效果就跟股力分割很像 好 那我們台灣是不能做股票分割的 為什麼 台灣不能做股票分割 然後前一陣應該是蘋果 蘋果股票呢 在2011年吧 他分割過 原來的一股分成八股 所以他從原來的八百多塊吧 七八百塊就變成是 就是分割之後 他就是 市價就調整了一百出頭吧 那當然這樣的股票分割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他便於流通嘛 一股八百多塊 沒什麼錢的投資人就買不起嘛 好 所以他分割之後 那他的市價變小 所以他是什麼 更加他的流通性 但是台灣不行 做股票分割 為什麼 到底不算 因為你分割以後還是他的 對 因為我們的證券交易法規定 上市位公司的股票滅值就十塊錢 那你十塊錢都已經定時在那邊 他怎麼分割 你一分為二變成五塊錢 那就違反證券交易法的規定 所以台灣是不能做股票分割的 除權跟分割不一樣啊 除權是 像你的股票股利 如果你除權變成 原來我是一千股 對不對 你除權之後 你就變成一千一百股 假設百分之十 我就持有一千一百股 但是你當你除權的時候 你的市價就跟得出 但是你的面積 股票的面積 股東權益的權益的金額 是沒有變的 請你記得 當你發放現金股利之後 股東權益會減少 因為保留益減少 當你發放股票股利或股票分割的時候 你的股東權益的總金額不變 好 股票的股利是保留益益減少 跑到哪裡?跑到出版 如果是股票分割 股東權益的總金額不變 權益裡面的各項目的金額都不變 你只是股數增加而已 你也可以反分割 兩股變一股就叫反分割 好 所以基本上股票股利跟股票分割 它的效果相似 但沒有完全一樣 因為股票股利也好 股票分割也好 股東權益的總金額沒有異動 一樣 但是股票股利呢 股東權益裡面的主成項目有變動 因為保留益益會爬到股本去 但是如果你是股票分割 權益的總金額不變 權益裡面的各項客戶的金額通通不變 股本來是這麼多 資本的公金還是這麼多 保留益益還是這麼多 變成是什麼? 股數變動而已 所以它有點相似 但是就不完全一樣 所以這個617頁 它有整理出來 所以你就看一下 這些做的股票分割跟股票股利 對於這個影響的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當然因為你的流通在外的股數 也會因為你做股票分割 或股票股利而有不同 因為它都會增加 好,那後面股東權利的變動 好,稍微看一下 那很快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保留益益 所以這邊我們剛剛講過保留益益 好,保留益益在618月到619月 好,有以分配 以紙波跟未分配 好,所以另外18頁的第一句話 紙波的目的在限制股利的發放 我只限制它股利發放 所以我的紙波的原因消除了 我就沒有了 我就不會限制了 它的限制條件就不見了 所以我的以紙波就會跑到未分配去了 好,所以請你特別記得 以紙波不是公司 以紙波不是說公司有一筆金額 就在那邊紙波在那邊做什麼事情 沒有 它只是限制盈餘的、鼓利的方法而已 好,所以這句話非常的重要 然後第二個,請你看619頁 紙波並未實際提撥現金 這是兩回事喔 好,紙波並沒有實際提撥任何的現金 好,紙波呢 好,第三頁,你看一下 紙波跟解現前後的保留益 總數不變 保留益值還是那麼多 只是以紙波跟物分配去調整而已 好,所以總數是不變的 好,再來以紙波這件事情 也不會產生收入跟費用嘛 好,那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你們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好,那後面就稍微看一下 它後面怎麼講的 那我們這邊呢 其實這張就是上台講的 可是我這邊有一個地方沒有講到 課本上面並沒有特別的講 可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們剛剛沒有講到特別股了 好,如果我們說我們要去看美股計值 計值 好,它的美股的計值 通常我們會股東權力裡面 我們的股東權力裡面 我們的股東權力裡面包含了兩塊 也是我的股東權力包含兩個部分 好,因為如果你的股東權力 你的股本 你的股份 或者是股價的種類 有普通股 有特別股 當我在算這個普通股的淨值 我們在算普通股的淨值 我們會有一個 當我們在做財務外表分析的時候 會叫什麼? 股價淨值比 好,股價淨值比 那股價就是每天不股市場的價格 就是公司沒有辦法控制的 但是淨值是公司的帳面這樣子的意思 好,所以通常我們會算的是什麼? 普通股的淨值 普通股的淨值怎麼算? 我們就是權益 權益包括的是什麼? 投入資本保留意義其他權益 偷偷放在這裡面 權益的總金額去減掉 特別股的權益 這個是算普通股的股東權益 那如果我要算每股的淨值的話 這邊請你記得在除流通在外股書 不是加權普通 不用加權平均喔 好,我在算普通股的每股淨值的時候 我是把普通股東的權益 去除普通股,流通在外股書 我不用管加權 好,那這邊我還特別講 權益已經講了資產負貸表裡面的權益的總金額 包括投入資本保留意義其他權益項目 那特別股的權益呢,我要特別講一下 特別股的權益 可能會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特別股它有沒有訂定收回價格 或叫贖回價格,或叫清算價格 都可以 也就是說,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它有個例子,我們講它收回 它發行面積50塊 它收回價格定60塊,定70塊 就是定收回價格 或者我們叫做清算價格 都可以 所以如果我在算普通股的權益之前 我要先把特別股的權益先扣掉 剩下全部都是普通股的 那特別股的權益怎麼算 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如果它有收回價格 徐回價格、清算價格 那就用這個價格去乘上它的流通再到股數 好,那如果它沒有訂呢 不見得每個特別股中有訂它的收回價格 它如果沒有強制收回的條件的話 它可能就沒有訂了 沒有訂的話,就用它的面值 好,就用面額來賺,它發行50塊 它的面額50塊就50塊 不管它當作發行價格是多少,不用管 好,這是第一個,它的股本的部分 第二個,特別股它如果是一個累積的特別股 好,非累積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好,非累積的話呢 你就要看它的股數去乘上它的收回價格 如果沒有,就直接乘上它的面額 好,如果是個累積的特別股的話 好,那就要看有沒有激欠股利 它如果有激欠股利 我們前面就是這樣的 它如果有激欠股利 它是有權力要求發行公司要去發行的 發放的,發放這個激欠的股利 所以它如果是一個累積的特別股的話 它的權力除了包含它的股本本身之外 還要加上它積欠股利 所以把特別股的股利扣掉之後 全部就是生涯普通股的 好,那你如果要算的是普通股的每股禁止 你再去除流通在外股數 是流通在外股數 我再強調一次 是流通在外股數 不是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 加權平均只有在算一片子的時候才會用到 好,就是每股的,普通股的每股禁止怎麼算 好,這個另外補充給你 可能會在第十,可能在第四三章會講到 每股英語的時候 好,到這裡清楚嗎?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這張算是講完了 好,所以呢,百分之九十都已經是初幻講過 古力也講過 只有什麼? 只有股份的認購的部分 初幻沒有去提到而已 那初幻我們也有講股票、股利 大的股票、股利、小的股票、股利都會講 是初幻我們應該也有隱約提過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認真讓大家算而已 好,那沒有問題,我們今天就下課了